我請青黃帶我們來看到 現在房仲的這些大佬 越來越多專業的意見出來了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 滿樂觀的一陣風 覺得2017可以期待 期待什麼 價格緩跌 買氣回龍 那是真的這樣 不要這麼快做決定 後面有好幾隻黑天鵝 沒有錯 不要這麼快做決定 因為年初 所以你會看到房仲很習慣 大佬們都會跳出來做預測 那好像大佬們好像都講說 房市看起來會穩定下來 甚至會回溫 我們看看大佬們怎麼說 你看東森房屋的董事長王應傑說 今年的房市他的講法是說 還會再修正一到兩成的房價 但整體而言他說長期來看 因為政府會擠出信用管制 加上考慮年輕人購物需求說 所以他做了一個結論 成交量會回溫 這個前提是量回溫 當然是期待的樂觀結果 前提是什麼 還要慢慢的緩跌 10%到20% 要讓利才有機會回溫 那你再看21世紀的董事長 王府長他怎麼說的 他的說法是說 政府為了維持市場價格 他說政府會主動維持房價 然後會提出減稅的措施 所以他說今年可能會吸引 足夠的買家進場 等一下 這個前提會不會發生呢 可能很多人心裡要打一個問號 對 我覺得他太樂觀了 那你再看另外一位 台灣房屋的總經理彭培業 他怎麼說呢 他更樂觀了 怎麼說 他說房市不但落敵 而且還有很多的機會 言下之意是暗示說 搞不好還有機會會漲喔 這個是三個我們覺得 還滿樂觀的理由 第四位永慶房屋 我們來看總經理他怎麼說 永慶房屋總經理怎麼說呢 他說房屋稅會朝自住清稅 意思大概也是會減稅 他說房市會回歸基本面 那另一位中信房屋的董事長說 新政府不再打房 不動產業的苦日子 再見了 不會再來啦 可是這五位都這麼講 但房市真的會這麼樂觀嗎 會嗎 當然不會啊 因為我們想想看 去年2016年的房市距像 成交量買賣移轉動數創下 26年來最低 對不對 六都已經出來了 沒有錯 那房價是跌跌不休 可是我們剛剛講的房重 在去年出的時候 有沒有做過預測 有啊 每一年都要做預測的 大家都還仰賴這個預測 在決定我要不要去買房子 沒錯 大家想說 看你房重預測的決定 我要不要買房子 那我們來回顧跟檢視一下 他們去年怎麼預測的 好 你看 這是去年永慶房屋的預測 永慶房屋在2016年的年初 他怎麼說的 他說 總統大選過後 不確定因素又會去除 政治環境逐漸明朗 所以自住客跟自產客回容 俊祥 自住客跟自產客回容 你成交量應該要好啊 那為什麼去年寫下這個買賣 移轉動數的最低紀錄呢 好想想也沒有 預測也沒有發生 那我們再看另一家 看新一房屋 新一房屋的講法是說什麼 他說去年2016年年初的時候 他的預測是說 房市最差的時點就是現在 就是去年那個時候 預期年後 去年過年之後 地人的買機會逐步回容 房市會直穩 可是問題來了 你直穩了嗎 沒有啊 房價還跌跌不修 這樣也沒有嘛 好 我們再看一個更厲害的 是誰呢 台灣房屋 因為台灣房屋 在2015年更早 在前年他就做預測了 他怎麼說 他在2015年他就給你預測說 房價逐漸修正 而且他說這個房價狀況 會怎麼樣呢 預計年底前盤整完畢 這個年底前怎麼說 是2015年年底前 他就要盤整完畢 他說長期來看 房價會回歸穩健 好 問題來了 這是2015年預測 2016年 你有沒有等到房價落底 你有沒有等到房價盤整完畢 不過退一步講 這個當然是事後諸葛 你後來來檢查 人家講得準不準 這個也不算算命 但是神仙打鼓有時錯 對不對 預測也有可能不準的 它總會有一個誤差值 但是回過頭來 我們跟各位來報告 這三家 台灣房屋 永慶 信義 都是三大龍頭 三大山頭 那個意見 其實大家是很看重的 也就是說 今天如果我Follow你講的 我聽了你講的 我給你的建議 我去買房子 如果自住也就算了 如果是投資的話 恐怕2016年驗證下來的話 那真的是GG了 沒有錯 投資你就特別要小心 因為你不是要自住 你就更必須要注意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 投資客的故事 這個投資客趙先生 他是做裝潢的建築工人 你知道這裝潢的工人 平常也很喜歡跟朋友聚餐 各喝小酒 平常扣掉房租 他幾乎就是月光族 但是他有個發財夢 所以平常的時候 他會去買個威力採 看看有沒有機會中大獎 不是 假扎口口味 對不對 你居然等靠這樣子的發財 但是人家就真的這麼運氣好 在2011年的時候 他真的中獎了 他中了二獎 3600萬 財神爺真來按叮咚了 對 但是3600萬要扣稅 扣稅要扣20% 所以他實際拿到的大概是 2880萬 可是人家也想說 突然來了一筆大錢 你不能亂花 亂花 花掉 就沒有了 你要理財 不然財不理你 沒有錯 要理財 那因為他自己是 裝潢的建築工人 他看過很多投資客 靠著房地產大賺錢 所以他也決定說 好 那我也來投資房地產 這個時候2011年 可以喔 他進去找標的了 他在2012年的時候 在中正區 他找了一間三房兩廳兩位 34坪的電梯大樓 那屋齡只有6年而已 所以他當初花了2880萬 幾乎都花到裡面去 買來之後他自己是先自住 買下去 房價繼續給他漲 沒錯 就坐著 我就住在裡面 等房價慢慢漲 他還真的等到 在2013年的時候 他發現說他們隔壁洞 屋齡比他再多三年的電梯滑下 人家的差不多坪數 已經可以賣到3200萬了 這樣你看看 你從2011拿了那筆錢 然後2012進場 然後又一年過去 省了房租 又賺了房價 對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賣了 很抱歉 卡到奢侈 所以這個時候還不能賣 再等一年 再等一年 到了2014年到的時候 這時候不得了 這個房價你看中正區漲到了 這種108.5萬一坪 等於說當初扣掉的那個稅金 720萬的稅金 好像都賺回來了 所以這有什麼難的 你看 我等過一年 一年又一年 房價就漲啊 漲 再漲 我都已經等到2014了 到高點 我搞不好在等房價 但是問題來了 在這個時候有一個人殺出來了 這個人叫什麼 叫做專家 專家說什麼 專家說2014雖然房價 現在到高點 看起來好像停滯了 專家告訴你說 這個是短期的現象 是暫時的修正 以後還會漲 拜託你繼續等 等是不等 但是我每次都是事後出感 看起來我們都覺得 趕快賣 賣在高點 趙先生想說專家都這麼講話 很有參考價值 我當然繼續等 所以趙先生一路等過了2015 等到了2016的時候 有買家來找他說 我用3000萬買你的房子好不好 等一下 3000萬的話 什麼概念 已經折下來了 你知道嗎 已經下修了 可是 你是對比2880 有賺 有賺 有賺一點點 趙先生當然想說奇怪了 之前不是曾經到3200 甚至3600更高的位置嗎 怎麼現在 只剩下3000萬位 他已經開始覺得怪怪的 不太對 去問了房仲之後 怎麼房價好像已經開始修正 而且基本上房市漲不上去了 結果沒想到 到了去年12月的時候 他的同一棟大樓社區裡面 掉到每瓶只剩下74萬 你怎麼會好 74萬的話 你給他 他當初買的價格可是一瓶85萬 74萬的話等於是賠多少錢 一瓶賠11萬 34瓶他要賠300多萬 沒關係 早上先生說一句話 自助沒有差 反正這些是財產業送給你的 又不是去跟銀行借來的錢 自助是沒有差 但是看到可以賺 賺不進來的錢會心痛 好 今天我要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來 十位來跟我們說說看 今天我們一開場 我們告訴你 房仲大佬他們看到了樂觀的理由 他說買氣慢慢會回籠 但是都有前提 價格要緩跌 你看王映傑董事長說 可能還要再跌兩成 你怎麼看 你知道嗎 早知道趙先生就去買那個 賣麻糬那個股票 剛剛蔡總不是講嗎 賣麻糬的那個短短時間 就賺了快三倍 三倍 然後現在還在虧 然後省不得這樣什麼的 就是全部的房仲 只有王映傑董事長講的是對的 他講的是說如果今年要落底的話 至少降1點 我們忘記那個1 我們記得是2成 如果說今年降價2成 房地產才有可能落底 這個是對的 因為今年急降2成 所以其他的房仲都不用聽 尤其是那些去海外的 像什麼21世紀 台灣房屋 在海外斷雨而歸來 回來台灣 然後來跟民眾講說 今年會好 你覺得你要相信嗎 當然不用相信 所以有個重點是說 今年我們要知道 今年到底是不是買對不對 今年的問題是在於 持有兩年的2015跟2016年 成屋的這些房子 比較難降價 因為2014年到了高峰 2014年買了之後的人 的價格都不會太好 也就是說一直到今年2017年 這些人都很難降 因為這個是菜籃 統治客 降不下來 今年比較好降的 我預估有四個地方 各位聽好了 土城 汐子 竹東跟板橋 為什麼是這四個地方 因為這四個地方 就像2016年開始有建商沙底 便宜 搶盡 好 那比如說好了 板橋40萬一瓶 我去年 假設我去年 去年40萬買 對不對 我今年如果要出新 會不會比較輕鬆一點 我39就可以脫了 我一瓶少賠1萬 如果景氣不好的話 景氣好的話 我41萬也脫了 至少 這代表是說 去年 低價搶盡的這些投資者 可能都在今年通通處理 所以這四個地方很可能 就是等於今年第一波 叫價值七十年